圣经 因父及彻底圣神之名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天涯 愿祢的国来力 愿祢的旨意共心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这里今天赏给我们日游的食调 这里宽恕我们的水果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为了让我们谁有我 担救我们的英雄啊 阿们 玛利亚尽将自由 为我的心 应付及此地生存 是名阿们 下个礼拜我们开始看一个 新的主题就是祈祷 在手机里面有一个APP 如果你们还没有用过 你们可以download这个APP 所以在你们的手机 如果你们要祈祷的话 你们可以用这个软件 它的名字是 如果你们看那个网络呢 在网络你们可以用这个网页 我们很久了没有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领袖的地图 今天我们再看一次 在我们的领袖的地图 在最下面呢 你们看到了 我们在我们的 祈祷的生活中 也不是 不能说完全是祈祷的 因为到这边呢 洁经路跟广命路 我们跟佛教一样 我们的不一样的部分 就是这边 合一联合之路 the unitive way 所以呢 我们的领袖 一次进步的时候呢 我们看过了这个 这个内容 我们解释了 但是呢 下面呢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领袖生活 慢慢进步的时候 我们的祈祷的方式 也会慢慢改变 所以呢 比方说 我们在解释了 我们开始信天主的时候呢 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祈祷都是 大部分是求恩 天主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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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教堂 我要求天主给我这个 然后呢 后来呢 慢慢变成摩想 摩想比较慢 比较安静的 祈祷的方式 后来呢 到了广命路呢 我们看到了 contemplative meditation 这个是摩导 我们的祈祷的方式 变成 有还是一点主动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 有一点被动 就是我开始 比较有静默的精神 所以呢 你们看到了呢 在我们的领袖方面 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祈祷 很多 讲很多话 就是很多活动 但是呢 我们进步的时候呢 我们的 在领袖的祈祷方面呢 慢慢变慢 慢慢变安静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如果你们进步了很多 我们的祈祷变成 那个在联合之路呢 the unitive way 变成简单的摩导 可以说完全 我们的祈祷 变成被动 就是我只有 在天主面前 打开我的心 然后让天主 圣神在我的心里面祈祷 像保罗写的呢 他说 我们不知道 怎么祈祷 所以呢 我们求天主 陪伴我们 帮助我们 怎么祈祷 像保罗这样 所以我们请天主 帮我们 也陪伴我们 怎么祈祷 开始的时候 在领袖方面 祈祷方面 我们 自己努力 我慢慢进步的时候呢 我的努力 不是那么大 因为天主 给我那个力量 祈祷 如果我的领袖 真的进步了很多 我的祈祷变成被动 天主在我的心里面 他会做 在我的心里面祈祷 所以我们继续看那个有效的祈祷 有效的祈祷是什么 治疗祈祷四正次 第一个就是 使祈祷成为一项天常的活动 所以意思就是呢 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 希望每天祈祷 祈祷使一面一点点学习的艺术 所以不能说是好像科学 一二三 一二三是这样的 就是每一个人要找自己的style 所以我们说呢 祈祷 没有固定的祈祷的方式 下个礼拜我说呢 在我们的领袖生活方面呢 很重要就是认识自己 为什么认识自己呢 如果我认识自己 我也会知道 我可以用什么 祈祷的方式 因为我认识自己 我的精神 我的领袖跟你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的领袖跟你的精神不一样 所以你的祈祷跟我不一样 但是不能说不对 天主给我们圣神可以教会很多不同的祈祷的方式 很多的领袖 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神恩 我们慢慢在个人的生活中 慢慢看 到底我有什么 最适合的祈祷的方式 希望每一个祈祷徒 见得认识刺激 他的个性 然后他的个性 用什么 最好的祈祷的方式 不一样 不能说 不对 不是 不一样而已 We are different 你用这个方式 你用这个方式 我用这个方式 找自己的 最适合的 所以这个是义书 不是科学 它是以向个人有上主 维持联系的努力 这是不停的 所以我们每天祈祷 所以我们说 我的style 不一定是你的style 我们说圣神降临 来到人间 给所有的祈祷徒 不同的神恩 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神恩 也是不一样 为了掌握祈祷的艺术 我们要恒心而有意识的练习 这必定包括奉献和决心 OK 就是我们说 我们要恒心而有意识的练习 每天要做 所以这个是个人的功课 每天 如果你在某一个某一件事 某一个东西 你要真的很专业的做 你每天联系 开始的时候很难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习惯 然后呢 好 继续 天主是爱 而祈祷是练习感受天主在我们内 和四周各地的存在 这也代表要对天主慈爱的灵在保持积极 OK 这个意思就是呢 因为我祈祷的时候 我也要跟天主在一起 这样的话 我每天想办法联系 怎么跟祂在一起 我怎么打开我的心 我怎么感觉到祂的存在 因此祈祷时 这个我讲过了好几次 Ordinatio Caritatis 就是安排心内相知爱 因为可能我的心的方向是有一点歪歪的 那我祈祷的时候 因为我求天主陪伴我 跟我一起祈祷 所以可能我歪歪的 我慢慢求改那个方向 所以每天你要做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当我们是一个真正的 常常祈祷的人 我们会变得更慈爱和更相欺负 所以在魔管祈祷呢 我们有一句话呢 如果你常常说魔管祈祷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结果 有一些结果我们可以感觉到有看到 当然没有那么完美呢 但是我们一点点有感受到 所以就是不能骗人家 在祈祷的时候呢 我们要建立跟天主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二 使祷告成为一种放弃自己的行为 放弃自己必须是要把自己 与自己的美德才能忧虑和重担一起完全奉献给天主 在祈祷当中呢 如果我真的在我的灵修生活呢 我的祈祷的方式一直进步呢 我的主要的目标就是 在天主面前我打开我的心 然后打开我的心的时候呢 我会放弃很多东西 因为我让天主进去我的心 让他完全看我心里面的东西 不能隐瞒 所以我会放弃 第一个可能这边有放弃很多东西 在摩管祈祷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放弃那个想弓跟失败的概念 比方说今天我祈祷的时候 都是打喝水 所以失败 在摩管祈祷 那个摩管祈祷告诉我们 拿掉这个想法 没有失败 没有想弓 主要就是我来做 让天主看 到底我有没有进步 因为这个领袖不是科学 我们不知道什么判断 在我们的生活 就很多很奥妙的事 我们因为是失败 但是在天主面就是成功 所以拿掉这个 摩管祈祷 我们用一句话 Just do it 每天你做吧 不要想到底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失败 没有 我每天来做 到底有什么结果 让天主看 所以我们说 放弃我的概念 我放弃很多东西 每一个人喜欢当一个好的基督徒 但是谁说呢 谁可以判断 谁决定 可以说你是好的基督徒 谁可以做这样子 我们因为有很多领袖的活动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是还有这个很强 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说要学习什么 放弃很多概念 所以这样的话 放弃自己 降服的核心是幸福 并且对天主有信心 放弃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依赖天主 因为你可以控制我的生活 你可以控制我的身体 你可以控制很多 我生活中里面的事 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 对不对 你可以绑起来我的手 你可以我的嘴巴 放一个胶带 所以我不能讲话的了 但是我的头脑还是很强 我不想放弃 所以也是没有放弃 一样 还是没办法进步 所以意思就是 在我的天主面前 我怎么进步呢 特别在祈祷方面 在祈祷我在天主面前 我放弃自己 当我降服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的心内变成真空 如果人真的向上主打开心门 上主就会把这真空填满 我放弃的时候 我的心变成空的了 天主可以进去 天主在我的祈祷当中进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太多东西了 所以天主没有把那个塞进去 因为里面很多东西了 所以你看呢 像奥斯丁 为什么他变成一个神秘者 非常伟大的圣人 他知道在天主面前他说 我是一个打碎人 然后他一直努力诡异 但是在天主面前说 天主真的我没有能力做 完全交给你 所以这个是方向 有的时候很多东西 我们要掌握 不要翻开 我们人啊 什么都要控制 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开始紧张 OK 因此 人要允许他 自己完全被天主处置 那人就会成为上主公正 平安和喜乐的工具 OK 所以如果我们放弃了 让天主安排我的生活 这样的话 我比较平安 比较快乐 但是这个是很长的过程 使祈祷积极 在祈祷中 我们建立积极的感觉 和积极的想法 例如 在被虐待时 我想要保持平静和安静 OK 所以我们的祈祷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这样的话 我比较保持平静和安静 所以我们说呢 有的时候呢 真的心情不好 很紧张 很多烦恼 我祈祷的时候呢 有比较正面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平静下来 但是应该我的概念是 我的祈祷跟概念应该是正面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祈祷 是有不好的内容 意思就是我天主教给你 我这件事 真的有的时候 让我不舒服 但是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你会照顾我 你可以帮我 所以这个我教给你 这样的话我比较有平安的心 比较快乐的生活 在使祈祷变得积极的过程中 要经常确认在上主的恩宠里 我们想要变得多好或改变 所以这个祈祷方式呢 意思就是我依赖天主的恩宠 天主的恩宠有力量 好几次我告诉很多人 特别是高级事 半高级的时候 我告诉很多人 请你不要看不起天主的恩宠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信的不够 你看不起天主的恩宠 意思就是天主给你恩宠 这个恩宠有力量 改变你 帮助你 陪伴你 但是你自己没有信的 没有办法 天主的恩宠 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 他改变了我 他的恩宠改变了我 我的生活变成快乐 比较平安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好 当然 刚才我们说先放下 交给天主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交给天主很多东西 好像所有的东西 我们自己处理的 这个主题 这个气的 我们真的需要学习 是个人的功课 每天要做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自己的性得 跟自己的态度 自己的个人的 企图的生活 因为这个是personal 我跟天主 没有人会看 所以每天要做 有的时候天主 让我们经过一个危机 有的时候很短 有的时候很强 因为可能我们的反省不够 但是如果我在危机当中 我不听 虽然我不想祈祷 但是我一直祈祷 慢慢有改变 积极祈祷的特性 第一 第一 祂渐渐会把我们带到天主旨意的旁边 第二 治愈我们的情感和思想 第三 祂给我们乐观的想法去面对现实 所以三件事 就是气急祈祷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 让我更敏感 天就在我的旁边 在圣语有一句话 God is near to the broken hearted 有破碎性的人 天主很近 如果我祈祷的时候 真的会感受这件事 然后呢 可能受伤了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慢慢被抑制 我们受伤了很多 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伤口 但是我们不会求天主 以至我们的手伤的部分 天主有办法 但是我们不会求 我们人刺激 想办法 但是呢 天主就比较好的 比较有效的办法 我们参加弥撒 我们领圣体 这个是天主的 耶稣基督的圣体 跟祂的恩求 但是呢 我们不来找 我不参加弥撒 所以我没有 领天主的恩求 所以没有 我没有力量 但是我觉得我很 很虚弱 我没有力气 我没有力量 我也不来啊 所以我更没有力量 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生病了 但是不要看医生 我不要看医生 但是你的 你的病越来越重 我不想看医生 多多少少 你应该看医生吧 第三个就是 我们比较 比较乐观的人 我感觉到 天主在我的旁边 所以不怕 然后呢 第四 使祈祷易于接受 这在于相信天主 总是听到我们的祈祷 并且答应我们的请求 OK 很多人说 我不祈祷 因为天主根本 不听我的气的 有 他没有回答 因为你习惯的答案 就是 不是他给你的答案 已经给你答案 但是你不接受 你还是等你喜欢得到的答案 在异于接受的祈祷过程中 我们相信灵感 引导 创意想法 正确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 和需要都已在我们内等待着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祈祈祷的时候 天主给我们不同的灵感 让我们感觉到 他不停地带领我们 第一个非常重要在祈祷当中是信的 如果你没有信的就是 已经不停地带领你 但是你还不知道 就是提升我们的灵感度 我们的天主不停地领导我们 但是我们不想接受 天主给我们的很清楚的那个方向 天主一直带领我们 但是我们不喜欢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的祈祷 其实有效 我们的祈祷有答案 但是呢 我们不接受那个答案 是我们的问题 有的时候在祈祷当中 我们得到了很多天主的灵导的灵感 但是可能我们不太相信 所以我们不会接受 在异于接受的祈祷过程中 它使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接触 因此祈祷也成为一位很优秀的治疗学家 OK 所以我们有一些求恩 我们祈祷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天主领导我们 我们也慢慢看得清楚 我们心里面的事 这样的话 如果有不对的东西呢 不好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自己有决定的了 所以意思就是呢 我祈祷的时候呢 我求天主带领我 打开我的心带领我 然后天主回答 就是我的求恩 告诉我 你要做这个 如果我没有做呢 我发现我的心里面不舒服 因为天主告诉我 你应该做这样 但是呢 为什么你不做 团体方面哦 个人方面哦 我们祈祷的时候 有很多求恩 我们说呢 天主回答 我们的求恩的事 但是呢 平常我们 因为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自己 心里面一个答案 所以呢 天主给我一个答案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的时候 这个我们看到了呢 因此祈祷 也成为一位 很优秀的治疗学家 Excellent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祈祷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我的心里面有这个毛病 天主告诉我 要做这条路 但是我祈祷 OK 所以这样呢 所以摩想 摩管祈祷 跟一般的祈祷 都是让我们反省 OK 这个是比较 比较 practical OK 今有四个 祈祷的阶段 买向一个 更丰富 和更重实的人生 OK 第一个是什么 就请之前 我们祈祷 我们把 我们的肉身 和灵魂 托付在 天主的手中 祂将照顾我们 OK 所以呢 睡觉以前 我们祈祷 这是一个习惯 就是好像 你是小孩子 小孩子 每天晚上 睡觉以前 跟妈妈说 Good night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们看 上路加福音 我们的热课经 我们也 每天晚上 野道 我们念这个 主啊 现在可照 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 平安去了 因为我亲眼 看见了 你的救援 及你在万民之前 早准备好的 为作 弃士 一般的光明 你百姓 以色列的荣耀 这个是西木昂 就是耶稣 祈祷 婴儿的时候 奉献给圣殿 然后呢 玛利亚 把那个 小孩子 那个西木昂 一个老的 县子 看到了 耶稣 他说 因为天主告诉他 你死亡以前 你会看到了 摩西亚 所以刚好 他老了 突然 山姆玛利 跟罗斯 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 那个小孩子 马上知道 这个摩西亚 他看到了 耶稣的时候 他开始讲这个 所以 如果你们看我 日可敬 每天晚上 我们念这个 在耶稣 我们念这个 然后呢 第二 清晨起来 我们祈祷 即使在清晨 做第一个 必要的动作之前 我们让自己 进入一个 充满上主的爱 和灵在的气氛里 所以 起床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马上祈祷 所以不会 有其他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三 为周围的世界 我们祈祷 心灵的发展 不是从 抽象的世界里 得到的 而是从 真实的世界里 我们向上主 求他 恒久不变的照顾 和指导 OK 所以比如说 我们看信文 我们看报纸 看完了以后 如果有很难过的事 我们可以 在心里面 做一件祈祷 所以意思就是 有这样的习惯 第四 为周围的人 我们祈祷 我们全都是基督内的兄弟姐妹 用祈祷相互扶持 我们不只为生活上的所需祈祷 更为心灵上的成长祈祷 OK 比方说 每天跟我的家人祈祷 每天跟我的朋友祈祷 每天跟我的相伴的人一起祈祷 所以意思就是呢 我的求恩不是为了刺激而已 然后呢 这个是比较不容易 为我们的敌人祈祷 这是我们祈祷的最高境界 为爱和宽恕我们的敌人祈祷 OK 这个是最不容易的 你非常讨厌的人 为他祈祷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的祈祷影响到我的生活 当然 我们还是一样哦 我们的祈祷是应该是正面的 不要负面的 不要说 天主 你希望他赶快去宣国 因为我讨厌他 不要这样哦 就是希望哦 改变他的心 就是帮助我们两个人和好 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 不要说 你讨厌这个人 马上死掉 OK 第六 为我们的意向祈祷 每天努力为一个意向祈祷 那将指引你度过一天 譬如说 向人脉的美德 等等 OK 在弥撒当中 比方说我们都星期间参加弥撒 但是呢 好像每一天 每一次参加弥撒 我们没有意向 所以为什么呢 祈祷经 在弥撒有祈祷经 对不对 神父说 请大家祈祷 那个祈祷经 原来有一些弥撒经文 他们还是写 collect 这个 意思就是 I collect 我收你们的祈祷 所以 那个神父 说 在祈祷经 请大家祈祷 然后我停一下 然后呢 在我的心里面 我收 你们所有的 心里面的意向 然后我奉献给天主 所以希望呢 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 每一次参加弥撒的时候 我有意向 不是说 我来参加弥撒 参加而发贷 这样的话 我的弥撒 都有意义 比如说 今天我参加弥撒的时候 我跟我的好朋友 吵架 我的弥撒是为了和好 所以一个意向 所以我参加弥撒 跟祈祷的时候 有意义 更有意义 第四 每天用一些时间 和天主单独在一起 OK 在这独自寂寞的片刻 我们不向天主求任何事情 而是享受在彼此的同在中 希望每一个交友 可能有一些人不能做每天 但是比方说一个礼拜 可能一两次 就是聚焦堂 寂寞而已 所以你看每一个星期四 我们从三楼 在我们三楼 有超白圣体 从八点到晚上九点 有几个小时 就是我在里面 静下来 我看到了有很多上班的人 有特别来这边 就是很安静的 就是坐在那边而已 没有特别的 有的时候 比方说在我们的教堂 有很多陌生人 也来这边静默 就是在天主面前 没有特别的 就是静下来而已 单独的 两天就在一起 就是很重要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很累 很忙 很多烦恼 但是我们花一段时间 静默一下 可能如果你没办法去教堂 在家里 还是在你上班的地方 静默一下 你经过一个公园 然后在公园 坐一下 在旁边都是打自然 是天主的床 照的打自然 也可以 所以每一个地方 可以静下来 每天我们与马豆福音里 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里 所提及的那些人 单独相处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了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尖里 你们来探望了我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 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所以这样的事 每天我们有机会 跟天主在一起 天主同在于穷困的人当中 白天我们选一个被忽视的人 并且花一些时间 和那人在一起 分享我们有的 和能力所及的 OK 真的 如果我们常常气的 我们比较敏感 就是有很多人 在我们的酒位 酒位有很多需要 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我的精神 我的气乐的精神 已经是进步了很多 所以不能说很强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如果在旁边 在我的生活中 有人需要需要帮忙 有需要关心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领袖 就是我是麻木的 所以这样的话第九 我们的祈祷一定能改变世界 我们祈祷不是要改变天主的旨意 而是要改变自己的 在祈祷过程中 我们必须让自己被改变 于是改变他人 之后改变世界 OK 所以 真的如果每一个人不停地祈祷 渐渐地祈祷 世界会改变 第一 我常常祈祷的时候 第一个会改变的人就是我 如果我很努力祈祷 我发现我的心里面慢慢改变 所以我的态度跟我的心动 也慢慢改变 后来 如果每一个人就这样 整个世界会改变 我们神父 修女 修士 交友 我们不停地提醒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很忙很多事 但是想办法建立一个好的祈祷的习惯 如果你开始不祈祷了 你的祈祷的生活慢慢改变 第一个就是我跟天主的关系 慢慢开始有距离 每天 每一个人有三十分钟的寂寞的时间 如果你不做这个的话 你的灵修生活慢慢变化 我们是欺读徒 我们不是社工 社工就是帮助别人 对不对 但是欺读徒 我们一边帮助别人 也一边感动人的心跟天主接近 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心里面跟天主 跟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一般的人一样 各人的祈祷的生活很重要 最后呢 在做决定之前 我们祈祷 在对一件重要的事情说 要或愿意 或不要不愿意之前 我们热切的祈祷 我们祈求圣神指示并启发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在佛义里面 也跟我们讲这样 给我们一个榜样 我做一个决定以前 我先做一个祈祷 我的 就是天主广告我的 我的头脑跟我的心 到底我做的东西 对还是不对 我可能不是对还是不对 我决定是对我 给我很大的帮助 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我们用辨别的方式 我们从天主帮助我们 辨别某一件事 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决定的东西 是好的 跟天主的意思呢 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的答案说 我的心里面 要平安 如果我的心里面 我决定了 但是我的心里面 不行啊 为什么这样 意思就是可能可能 不是天主的意思 因为我们说圣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圣神带给我们平安 如果我决定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还是有一点很乱的事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不是天主的意思 圣神带给我们平安 然后呢 平安以后有喜乐 如果没有平安 没有渐渐的喜乐 可能我决定的东西 是 我没有说不对 可能还是有很大的问号 要看清楚 为什么有这样 所以呢 为什么 我做一个很大的决定以前 我应该嫌弃的 天主陪伴我 天主帮助我 什么决定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决定很快 后来呢 决定了以后 还是不对啊 还是不舒服呢 为什么有好像有奇奇怪怪的感觉 可能是有问题 OK 有不同的祈祷呢 有祈祷的各种表达 第一个是叩道 VOCAL PRAYER 我们有就是我们念经 我们一起念什么什么经文 OK 这个是你们知道的 第二个就是默想 默想就是要静默 很安静 然后可能要反省某一件事 心导 心导摩导 什么是心导 圣女大德兰达说 依我的见解 心导无异于朋友间的密谈 意思就是经常单独与天 与我们深知那爱我们的天主交谈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很多圣人告诉我们呢 就是我们的心来祈祷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是有PRAYER OF THE HEART PRAYER OF THE HEART 就是我用我的心祈祷 有的时候我们说 那个情感领袖 意思就是呢 因为平常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用天主沟通 但是呢 那个心导跟PRAYER OF THE HEART 就是我用感觉跟天主沟通 我在天主面前表达 My feelings 是情感的领袖 就是比较 比较 就是比较有亲切的祈祷的方式 因为平常我们祈祷呢 我们磨想有这个 磨想 我们想 但是我们没有见得 用我们的心来祈祷 如何使我们的祈祷有效 对圣保禄来说 这信赖是大胆的 他见基于圣神在我们内的祈祷 和天父始终不渝的慈爱上 因他将独生子赐给了我们 对我们所求的恩惠 首先答复 是使祈祷的心有转化 OK 所以这样呢 所以最后呢 OK 我们看这个最后呢 PRAYER AS AN EXPRESSION OF A LOVE RELATIONSHIP 我们的祈祷 这个是一种跟天主的爱情的关系的表现的方式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 事实都可以祈祷 所以我们的祈祷是常常做 因为我表达我跟天主的爱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 祈祷是基本的需要 VITAL NECESSITY 我需要跟天主常常沟通 有的时候你可以走路 我跟天主沟通 天主刚才我一道讲 为什么这样呢 我不需要去一边找他 就是在我的心里面 我跟他沟通 为什么这个呢 这意思就是 我表达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真的表达我跟天主有关系 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我可以跟他谈话 所以一样呢 我可以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我可以静默 OK 基督徒的生活与祈祷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他们关系到同样的爱 和同样发自爱的自我舍弃 OK 所以这样呢 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说 我看不到天主 我听不见他的声音哦 所以我们还是努力 如果我们一直努力 将来我们可以看到他 有的时候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不要那么急 It takes time 我需要时间 有的时候很长的时间 但是意思就是我在我的领袖生活中 我愿意给天主这个时间 我可以给很多人时间 但是如果我跟天主没跟他时间 就是我的领袖没有办法进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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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及持续圣神之名 阿们 我们感谢我们的天主 现在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随人祈求天主 阿们 我安福玛利亚 我安福玛利亚 你坐满神之名 你坐满神之名 晚安福玛利亚 晚安福玛利亚 谢谢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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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